这已经是后半夜,远处一片漆黑,笼罩着雾碍,唯有这里,荧光流淌。 夜风吹来,晶莹叶片碰撞在一起,叮咚作响,如同大猪小猪落玉盘,十分好听。 楚风在这种声音中,身心宁静,整个人都觉得空明了,体会到一种特别的道运。 这让他诧异,银白叶片撞击在一起,的确悦耳,但怎么会让人觉得无比空灵? 竟有种要超脱之感,像是一种大道之音在扩散。 他略微私存,而后便动用大雷音呼吸法尝试锤炼自身。 一刹那,楚风浑身骨节顿时响声不觉,但不是以往的琵琶声,而是清脆的声音宛若金石在碰撞。 瞬间,他觉得骨骼苏玛,弥漫出一股神秘的能量,像四肢百骸扩散。 随后,他的五脏也在共振,很有规律,似雷霆敲击,淬炼脏腑,有一层晶莹的能量笼罩。 楚风惊异,这大雷音呼吸法比平日效果要好上许多,分明感觉到自身体质在变强中,这是什么原因? 他望向这株树因为叶片撞击发出的声音所致。 当大雷音呼吸法结束后,他的体表出现少许物质,有些像汗液是从血肉中挤压出来的,身体清零了,效果绝佳。 楚风确信,他现在已经在觉醒境界九段最高峰,底蕴足够深厚,一会儿真正冲击王静石把握大了不少。 他没有用黄牛交给他的呼吸法,因为一直在等带银树开花,那才是动用此法的最佳时刻。 万事俱备,一切都准备好了。 随着时间推移,这株树接近两米后便不再像高峰,不过却在变得繁茂,不断地抽枝,银白叶片越来越多。 这里一片雪白,荧光洒落,倾泻而下。 此外,树干在变粗,越发显得苍净,根本不像是一叶长成的,倒像是数十上百年的老树,老皮裂开,粗糙淡却银白。 楚风用手摸向这株树,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生命脉动,它凝聚着旺盛的生机。 突然,生命之能喷勃,荧光普照,在这棵树的顶端出现一个斑点,凝聚浓郁的生机,格外的惊人。 转瞬间,那里如同一个小太阳绽放,花垒在成形,逐渐孕育而出。 楚风期待很久了,希望它快速生长,而后绽放。 不复所望,银色树体上,那个花骨朵由很小的嫩芽到拇指那么大,在短时间内完成。 树冠洒落下银色光雨,看起来非常神圣,这片地方一片银白,远远望去,如同一个神话世界,宝树生长,树下有神人盘坐。 楚风很安静,盯着花来。 突然,它感觉到一股轻微的波动从远处传来,这让它皱眉。 在另一片迷雾区中,有生灵接近,向这里悄然赶来。 迷雾阻隔,楚风的神觉受到影响,但是它的听力依旧远超常人,听到了微不可闻的声音,这让它醋眉。 它最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,希望安安静静,等待银树开花,不被打扰。 它已经走得足够远了,连一般的寿王进来,都有可能会迷失,结果还是有人,跟楚风一样不怕死,摸了进来。 那个生物很谨慎,前行逆踪,绕到楚风的背后方向,花费了半刻钟的时间,这才接近,而后猛地跃起,向前扑杀。 可以看到,黑暗中那锋锐的爪子,足有数尺长,朝着楚风的脖子,撕去,寒光闪闪。 这是一头云豹,体型庞大,浑身斑纹密布,散发着危险的气息,血盆大口内,獠牙更是长有几尺,很吓人。 他想一击必杀,解决楚风。 这是一头很强的异兽,他能看出银树的非凡,况且都有花孤朵了,意味着这里将有大机缘。 异兽与人类在这片区域可以相安无事,前提是没有发现好处,一旦有惊人的发现,必然死伤无数。 哼,楚风快速转身,一个白腿踢在他的大爪子上,当场让这里发出咔嚓声,受找折断。 云豹惊悚,浑身皮毛倒数,他知道遇上了狠茬子,踢到了铁板,血盆大口张开,就要咆哮。 哼,楚风没给他机会,整个人腾空,快到让云豹反应不过来,砰的一声,一脚踢在他眉心那里,直接碎裂。 哼通,云豹摔倒,张着大嘴,发不出声音,眉心鲜血鼓鼓而涌。 楚风不再看他,眉头微醋,他有些担心,已经走进来足够远了,怎么还能碰到其他生物? 如果花蕾绽放,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有人打扰怎么办? 他略有忧虑,此地虽好可以促进种子发芽生长,但同样也有麻烦,希望一切顺利。 接下来,银色树体上的花孤朵长到拳头那么大了,还在生长中。 但是,这一次速度变慢了,足足过去一个小时后,它才又变大一些。 再这样下去,天都快亮了。 楚风看了看时间,这早已是下半夜。 为什么变慢了? 这让它不解,刚开始时,树体成长很迅猛,拔高到将近两米。 时间流逝,后半夜很寂静。 庆幸的是,没有其他生物再次接近,这里很平和,连风都消失了。 最后,接近黎明,树体没有任何变化,花蕾则生长到海碗那么大,饱满而灿烂,荧光荡漾向四周。 隐约间,又淡淡心香弥漫。 这一刻,楚风真正紧张了,因为关键时刻真的到来了。 很远的地方,传来奔跑声,像是有人在逃亡,但最终没有临近这里,朝另一个方向而去。 接着,他听到英鸣声,刺耳之急,如同金属板在摩擦,那是一头恐怖的生物在迷雾中震翅。 都不要过来。 楚风祈祷,不然的话很麻烦。 不。 黎明到来,花蕾刀露出一道缝隙,有丝丝缕缕的霞光绽放,轻香扑鼻。 但也仅止于此,随后花蕾刀又不动了,甚至花香也敛去了。 花蕾绽放为什么这么慢,远不如上一次迅猛。 楚风惊疑,直到东方露出雨堵白,蓄日即将升起。 激烈搏杀的声音传来,距离这里很远,但是楚风却听到了, 那很有可能是准兽王。 因为动静太大,英明震耳,在迷雾中激荡,有恐怖气息弥漫。 楚风暗叹,实在倒霉,躲在这么偏僻的地方,都能遇到准兽王级的厮杀。 哦,这时,银树上的花骨朵终于绽放了一半。 而且,就在这一刻,太阳出声,一缕缕朝霞透过迷雾洒落过来,引发银树剧烈变化。 它一瞬间璀璨无边,由银白化成金黄,彻底变了样子。 并且,那海碗大的花骨朵也是如此,如同黄金铸成,大不相同了。 朝霞洒落,像是促进了它的生长,刹那蜕变,化成一棵黄金树。 接下来,金霞万道,花骨朵直接全面绽放,所有花瓣同时张开,金色的雾矮向外扩散,将楚风笼罩。 它精益,猜测树体之所以到最后成长慢了,都是因为在等待出生的太阳光芒。 最为奇异的是,海碗大的花朵内,弥漫的雾矮,也金灿灿,如同朝霞,普照在楚风身上。 它有了上次的经验,不慌不忙,动用特别的呼吸法,在这里吸收神秘的花粉。 它早有准备,将风衣等拖在一旁,让自己无比清凉。 一刹那,它毛孔舒张,金色雾矮快速从皮肤没入它的体内,至于它的口鼻间就更不用说了,满是金色朝霞。 富裕芬芳,口鼻尽是香气,楚风几乎要醉倒在这里,这种香味让人沉迷,有些不能自拔。 浑身舒泰,有一股神秘能量,随着它运转特别的呼吸法,在它的体内游走,暖洋洋,十分的舒服。 楚风有一种错觉,仿佛要与话灯仙了。 花香沁人心脾,深入到骨髓里,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香,血肉,骨骼,脏腑等都如此,被金色雾矮滋养。 尤其是当运转呼吸法时,吸收金色雾矮速度加快,它浑身震动,楚风很明显感觉到自己在进化,体质在增强,很迅猛。 到了后来,骨节振动,如金石撞击,脏腑轰鸣,如同缭绕着一道又一道雷霆。 可以看到,楚风的体表有一层物质,黏糊糊,那是被排出来的东西,它的身体在发生惊人的变化。 在那层黏糊糊的物质下,楚风的机体跟神经似的蕴含着惊人的力量,血肉震动,骨骼撞击,脏腑共鸣,处在迅猛进化中。 跟上次一样,花朵绽放后,香气没有远播,化成金色雾矮,如同成片的招霞落在楚风的身上,将它包裹。 这种神秘花粉不扩散,就在进前数尺内。 咚咚咚,在楚风的体内,心脏跳动如同肋骨,声音巨大,血液奔涌,冲向四肢百骸。 到了后来,楚风的心跳声越来越大,而且随着运转呼吸法,整具躯体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,越发地晶莹通透。 到了后来,他的头发开始暴涨,直接垂到腰界,发出灿灿光芒。 他的骨头不断撞击,像是在造血,改变自身,超越原有的体魄。 楚风体会到了强大的力量,远超过去,他在进阶,体质不断攀升,通体如同神炉般,蕴含着无尽能量。 到了后来,他的身体变成淡金色,甚至连发丝都仿佛染上了金色光彩。 这一刻,他的心跳声更恐怖了,强健有力,一般的人类如果站在这里的话,一定会惊骇,简直有些吓人。 不过,楚风却感觉很好,身体在剧烈变化,他的毛子开合间,有光束射出,这是在向枷锁境界突破,可以跟兽王对抗。 哄,楚风身体巨震,身体像是贯通了什么,瞬间耳聪目鸣,即便那被迷雾所组的神觉都恢复了,并且更加强大。 哄,楚身体的方法